歡迎 韋徒妳有沒有膽結石 當然沒有 還是沒解答過 不要詛咒 其實很多人知道說膽結石 你如果去找醫生 很多醫生如果你有症狀 可能就會叫你開刀 可是有些人不想開刀 就會去試一些民俗的療法 上網查一查 最近那個網紅艾莉莎莎 她就在她的YouTube裡面 放了一段影片說 她實測民俗療法 喝橄欖油來排膽結石 這個東西潑出去之後 因為她是個很紅的YouTuber 很多人就開始Follow 開始在討論 當然很多醫生看來就會覺得 很覺得有點問題 你是不是想大笑 對啊 這跟我們這幾年讀的書 還有這幾年一起看都不一樣 所以她跟很多的醫師 產生了很多的論戰 非常的激烈 我們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想要對我的資訊內容 不夠謹慎來道歉 對不起 語氣低沉 姿態謙卑 愛麗莎莎14號晚間上傳新影片 正式為肝膽排石 療法影片的錯誤資訊 鄭重道歉 對於沒有足夠的醫療背景 以及知識的情況下 就去抨擊醫生這件事情道歉 從原本口氣強硬不願道歉 變成四度低姿態說對不起 並承諾下架兩部影片 自己第一部肝膽排石的影片 並沒有去提及到她潛在的風險 以及第二部肝膽排石的影片裡面 我用的資訊來源不夠嚴謹 無論是第一部或是第二部 都有做錯的地方 愛麗莎莎在三天內態度大轉變 主要是上架第二支影片時 強硬的態度引來更多醫界的撻伐 因為愛麗莎莎反擊蒼爛歌 引用的醫學期刊 僅是讀者投書 但她引用的書籍和醫師上電視節目的內容 也並非專業資訊 諸多醫學邏輯漏洞 外加疑似關閉留言功能 引發更多網路論戰 其實我們在宜家還是強調就精衡飲食 我每次每天吃東西 盡量告訴提醒自己說 不要吃太油 而在YouTube上擁有118萬訂閱戶的愛麗莎莎 她的背景也成為討論焦點 我自己是唸清大的 清大人文社會學系畢業的她 還曾到英國讀行銷碩士 也曾到韓國短期留學 經常在影片展現語文專長 學霸背景外加活潑自然的風格 受到歡迎 這回因為肝膽排食療法影片 飽受批評 她在道歉影片裡 也期許自己未來更加謹慎 其實小時候老師都教我們 書中自有黃金 那愛麗莎莎她買了一本書 參考那樣知道 自己還做這個人體實驗 這到底真意點在哪裡 利華姐 其實她真的是去買書來看 然後看完之後 剛剛我們就講過 因為很辛苦 每天都要去找一些有的沒有的 奇才 萬事 對啊 萬事 人家百萬怎麼來 我看我們搞不好 有沒有一百個都還要困難一點 對不對 所以她就想到了用這個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 被節食所苦對不對 所以她就剛好買了這個書 然後她也來做了這個實驗 她也真的 真的七天 她真的也去做了實驗 然後七天就照著上面的吃 然後都只吃蔬果 然後斷食 真的就拍出來 對 沒有 她然後還有吃的 這個橄欖油加葡萄柚 葡萄柚汁 然後等到她說有感覺 說真的 我也不知道什麼感覺 好 她就說有感覺的時候 就趕快去排 然後再加上瀉鹽 然後吃完之後 就把這些所謂排出來的 儀式的石頭 把它給拿出來 我們看她 對 我們看她到底做哪些事情 先讀書 學霸 對 學霸 她有先讀書 她不是說我自己發明 或是我夢到 讀書 而且還實測 因為真的很多人都有肝膽的解釋 不是每個人都想去開刀的 先斷食七天只吃蔬果 第一步 第二步 七天之後排食當天 先吃一點蟹鹽 然後再喝一下大量的橄欖油 加上葡萄柚汁 最後就會排出綠色的物體 照給你看 是 這我會相信 好像她有做 有做 陳醫師他到底哪裡講做 這問題可大了 因為為什麼肝膽排斥法 採用這一招 一開始會覺得說 我症狀有改善了 因為你看她前面七天 是只吃蔬果 只吃喝葡萄汁 只喝葡萄汁 蘋果汁這一些 完全沒有油膩的東西 可是因為在前面 你在這段全蔬果的時候 沒有油膩的東西 我們的膽子 這時候就不會排膽子出來 所以這時候有結實了 因為他沒有在收縮 你會覺得症狀好像環節了 因為他沒有吃油脂的東西 所以肝膽不收縮了 等到第七天之後 他以下大量喝進來橄欖油 橄欖油是什麼 裡面是酸酸甘油脂 酸酸甘油脂馬上就會刺激 我們的擴躍機跟肝膽 馬上劇烈的收縮 他就是用這裡 他說劇烈收縮就把石頭排出來 硬把它擠出來 但是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的擴躍機那個通道 才多大而已 石頭很大顆的 石頭從這邊 第一個卡的在這邊 第二個下來的時候 還要進到小腸 又卡的地方 所以這兩個地方都是很容易卡的 而且這個會面臨一個很大的風險 如果你的石頭是要大不紮 要小不小的話 排了一點碎石出來 剛好經過那個通道的時候 它卡住了 卡住你馬上就黃膽了 這個黃膽是會引起 嚴重的敗血症的 如果剛好有排過去 它造成刮傷了 很痛很痛 刮傷了 刮了它掉下來 掉到哪裡 掉到胰臟裡面去 就引起了死性的胰臟 胰臟炎 這麼嚴重 對 這種會引起壞死性的胰臟炎 是會死人的 所以說為什麼這麼多醫師 對這個影片會很憤怒 對 就和大家有刺激胆囊收縮 除了腹瀉之外 會引發胆囊炎 胆管炎 還有胰臟炎 對 連種影像都是致命的疾病 尤其是胰臟炎 有時候胰臟炎 真的是胆結石所引起的胰臟炎 那真的是住院一兩個月 整個開刀肚子都花開 插了一堆引流管 這樣子而喪失生命的 其實真的是很多 另外他就 他還有拍照片說我拍錯了 真的有拍出什麼 綠色是什麼 那一篇的石頭 有途為證 你不要打臉他要亂講 拿出證據來 偏偏他就他有哪一篇證據 他就是拿那一篇就是赤若針的 赤若針那一篇他拿出來認為說 赤若針那一篇是讀者投書 那一篇是不嚴謹的 事實上他錯了 赤若針的讀者投書要投上去 是多麼困難的事情 所以他到底怎麼回事 他排出的是什麼東西 結果就赤若針那一篇 在lancet的那一篇 他就把那些排出來的石頭 拿去做化驗 他發現了一件事情 我們的膽結石裡面要有膽固醇 然後要有膽紅素 然後要有鈣質 這些東西他排出來的東西 驗出來通通都沒有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 是我們的膽結石 是會有結晶成分的 驗出來通通都沒有結晶的成分 而且只要溫度一拉高到40度 那些石頭就全部溶解了 所以他只是一群的油脂 結果我們看看就是 這一個的肝膽排斥 它是用什麼東西 它是用橄欖油再加上葡萄柚子 果然有跟葡萄柚子 有在做手工肥皂的 一聽到這個 這個就是高級手工肥皂 我們平常在外面怎麼做肥皂 有時候肥皂都知道 就是三酸甘油脂加上假離子 這個裡面就是假離子的 這個就是三酸甘油脂 就這樣子 所以你只是把在體外 本來人家在箱子裡面做肥皂 你把它在腸子裡面做肥皂 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排出肥皂 你把一個高級的植物油肥皂 就弄到馬桶裡面 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個還要拿來洗手 但結實的困擾我必須說 現在現代人滿多的 像張醫師本身就有結實困擾 你會聽這些小道片嗎 對 我滿辛苦的 我很可憐 我大概在去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腎臟結實 一兩公分掉到泌尿道去 掉下來 這很鮮 我那時候突然間肚子怎麼好痛 是 很痛 泌尿道結實這個症狀要注意一下 我就跑去腸胃科看 還是有名的腸胃科醫師 他說張醫師 你這個是大便 急太多 便秘 真的喔 照了X光 然後X光 好 我就好 就給我去吃一大杯 卸一杯 奇怪 就卸了一天 奇怪 為什麼還肚子一直在那邊 還是在那邊一直痛 我就想說我自己是醫師 雖然是婦產 可是沒有常常碰到這個 我就跑去找急診科醫師 結果他就把我照X光 我說張醫師 再驗個小便 很簡單的事情 去驗個小便 結果發現到小便裡面 有一些尿血 血小板 然後再照個X光 就看到一個石頭在那個地方 結果這個泌尿道結實 做了很多 該做的事情都做了 但是最後還拿出來 怎麼做 我就先去做所謂的 震波 震了一次 兩次 沒成功 好 沒成功以後 就又從下面 直接去搭 因為我這個結實蠻頑固的 一彈 彈到上面去 第一次做沒成功 第一次做沒成功 取食也失敗就對了 對 全失敗 又跑去做第二次 後來做了第二次 才把這個石頭拿出來 去做了檢查 才發現到我就是有那種 我因為尿酸比較高 所以是尿酸結石 所以我才說有時候 石頭如果可以這麼容易 就排出來 常常是都不用這麼辛苦 先被誤診 然後接下來石頭又弄了半天 可是我們每次遇到事情的時候 現在大家都喜歡問Google 你網路上有很多的薪資 第一次我們怎樣去看這件事情 這些薪資到底怎麼看出來 我要在這邊補充一下 如果說要膽結石 要解決問題 要講講題 講題是真正厲害的 他真的可以幫你處理這些問題 Google 其實Google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你如果說你用Google的時候 你習慣用這個 他會一直給你 你想你不一定習慣的看 但不是你想要看的 他會幫你篩選 對 每個人的瀏覽 怪是這樣 他可以篩給你要的嗎 對 廣告你都是讓你平常看的 像我之前去那個烈日 就是比利時烈日開會 結果半年的時間 都在告訴我烈日那邊 那個Hotel哪邊有Discount 對 所以其實Google 你要去尋找醫學薪資的時候 要非常小心 我們實證醫學的話 很重要有五個步驟 哪五個 第一個就是形成一個 可以回答的問題 其實很多人不懂得 怎麼樣問問題 像我那時候在念博士的時候 曾經利用了一個數學模式 最後證明怎麼樣 人是會死的 這什麼 你博士還蠻無聊的 這個我沒有念博士我就會 所以基本上 這個問題問得不對 所以我們要先形成一個 可以回答的問題 對 像剛剛愛麗莎莎 她的問題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她到底有沒有膽結石 她可能根本沒有膽結石 對 對 所以她的問題 其實在開始的時候 就可能有問題 那形成一個可以回答的問題之後 第二個就是去尋找 所有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什麼 的證據 對 以愛麗莎 應該第一個可回答就是說 怎麼處理膽結石 也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開始找證據 沒錯 那接下來最重要的是什麼 嚴格評讀這個證據的有效性 就像剛剛講 Lancet 赤若貞 這個是非常非常高階的 可是並不表示她的論文 就一定是有意義的 我們有一系列的一個 平讀的方式 這個其實可以在Oxford 就是牛津 牛津大學 實證醫學的網站上面 都可以看得到 因為我們對每一個Paper 或是每一個作詞 以證據的方法 我們都會給你一個分數 對 等級有多強 分數越高的 我們越相信她 那很多很多是什麼 大家人云亦云的 那個在Google特別多 那特別要小心 但是Google是不算分的 好不好 對 不算數的 事實上在英國 有一個叫做考克蘭的 一個資料庫 那它是純英文的 那它在整篇論文 結束之後 它會有一個叫做Plan English 就是說它用人話 告訴你 告訴你 它到底在講什麼 台灣國衛院 其實是有一個計畫 把這些考克蘭的研究結果 全部翻成中文 所以實際上 如果真的想要一些 比較合理的知識 可以去搜尋 可以去搜尋 像她這個 剛剛那個愛麗莎莎 她們有一直提到 那個什麼Lancey 就是講的赤裸針 這個赤裸針 在我們醫學上是一個 有點類似聖經一樣 是一個非常高分的那個 因為這些雜誌很高分 所以它都要傳遞一些 醫學的薪資 就知不會有人要想看 大家都要傳遞醫學薪資 可是醫學薪資 有一個很大的確定就是 它還沒有辦法 經過時間的驗證 所以今年發了 再高分的論文 都有可能在五年之後 六年之後就被推翻了 那你說現在做就不對嗎 只是說 我們現在證據到這邊而已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我們以前在醫學院上課的時候 老師也常常跟我們講 現在我在剛剛跟你講的東西 也許等你以後 將來去醫院之後 這些東西 通通都被淘汰了 對 所以其實像網路上 也提供到很多 其實都怪怪的 像丁醫師 你在網路上不是看到很多 很多是自警追 都用一些很怪的方法 對 沒有錯 事實上 事實上我在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我常常幹這種事 就是人家一些網路上面的 一些問題 然後我來做一些調整 譬如說普拿藤 不傷腸胃 可是他傷肝 對 對 有一些其他的 是 他其實有一些特殊的 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 那我們會常常會去花時間 去調整 可是後來發覺 改不勝改 所以我就放棄了 這效果很可怕 像這個 這個在幹嘛 盪鞦韆 用脖子在盪 因為像我們看到很多人 如果頸椎有毛病 都是在這邊拉脖子 去到復健科的那種也在拉 自己拉 這樣不行嗎 這合理嗎 基本上 這個又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問題 這也是 基本上我們如果真的有一個 急性的椎間盤突出 或者是有一些骨刺的狀況 其實拉脖子是有用的 但是千萬要找什麼 找復健科的專業 專業的來拉 對 專科的醫師 或者是復健師 因為像我們在拉脖子的時候 如果你像他們這種 這種拉法 是用自己的身體在拉 一般我們如果說就頸椎 或者是腰椎在拉的時候 拉的時候 一般我們大概頂多頂多 是體重的三分之一 極限 對 那是最極限最極限 一開始都用七分之一在拉 萬一出事完蛋了 10磅15磅就在拉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就相對安全 可是他用的是整個身體在拉 自己的身體力量 那很有可能你的頸椎被拉開 拉傷之後 你的症狀不只沒有解決 反而更嚴重 還是他只是單純想要玩盪鞦韆 用脖子盪鞦韆 有可能 那第一次 那我們怎樣知道自己的脖子 到底有沒有毛病 有沒有很簡單的方法可以做 基本上 我們這個也是一個平常保養脖子 的一種方式 怎麼做 很簡單很簡單 那一般來講 我建議是坐著 坐著 建議坐著 因為站著很多人習慣 現在譬如說我們在坐的時候 脖子就是順時針 轉八圈 順時針轉八圈 然後再逆時針 再轉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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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站著的時候 為什麼站著不行 站著的時候 他們習慣眼睛閉起來 轉一轉轉一轉就直接打開 對耶 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站著坐 相對的你要眼睛張開 那這樣子我們這樣轉八圈 如果是頸椎的問題會怎麼樣嗎 頸椎基本上 如果說你有壓迫的話 你在旋轉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譬如說某個地方特別近 或者是疼痛 甚至有些人當調整的時候 手就麻起來了 這種就趕快來看醫生 所以是正常的 你這樣轉的時候 對 沒錯 可是如果你頸椎有些問題 你在做的時候 你會找到某個角度 是會痛的 如果說你會動的時候 就不要硬轉了 沒錯 趕快去拉脖子 趕快來看醫生 來看醫生可能要拉脖子 但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拉 好不好 其實現在網路上真的充滿了 很多很多的一些謠言 沒錯 我們還要下一段廣告回來 就要告訴你 網路上還有哪些 網路的保健謠言 我們來破解它 大家好 我是江坤君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